好的 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奥迪R13 Sportback2012的评测 首先声明 这辆车借的是加2的车 性能是值得提升的 所以等我测试数据 大家都要在后面自行减上那么一点 平宝7秒39 其实这车加速挺快的 不慢 减上一点大概7秒66几的样子 然后是急速 252公里每小时 平宝急速是225公里每小时 大概要减上8个点左右 然后是飘机测试 这车真先硬 硬到完全没控制 超级难开 有这样车的朋友赶紧卖了吧 趁着现在刚开还有人不知道还能卖的出去 大家可以看完全飘不起来 直接降了 直接减速 然后快上了 要使他打死 打死效果还好吧 一般般 然后是点杀 点杀一点效果都没有 直接撞墙 废了一皮 然后是游艇网头的10次 这车真的是硬到一点方向盘都没有 前脸还不错 反正完全不推荐入这辆车 一点控制都没有 非常的不好开 大长途的话嘛 这车急速又不是很高 所以说啊 这个劣势很明显 铁巴里说的车好看的都是 我估计都是想卖车的 还有啊 之前有人跟我说这个有音话不同步的现象 后面我这里重新做出一些剪辑啊 现在这个效果应该得到改善了 前面有点损害大家的眼睛和耳朵 在这里说一声抱歉 这个碰撞 在我手里可能看起来是稍微好开了一点吧 但其实还是非常难操控 后面会优优独播iles